西洋棋的戰術在全世界各地皆有很多門派 而我現在整理給各位鐵粉們的 可能跟坊間的西洋棋書籍 有些雷同也有些出路 是專屬我的Bougain門派的戰術分類 消除保護是主播認為西洋棋戰術中 第二常出現的戰術 而第一常出現的就是我們第三講所提到的欠子 然而消除保護為何是第二常出現的 就讓我們直奔主題吧 這樣的消除保護 首先第一步驟就是先必須看到 雙方棋盤的全部接觸 而講到接觸 各位鐵粉們還記得看棋盤三件事吧 第一件雙方數量目前一樣多 第二件雙方接觸白方瞬間看到城堡碰主教 主教碰騎士 而第三步驟就是看到這兩個接觸 把被接觸的根容易消除的優先消除掉 什麼意思 現在白寶是不是碰主教 白主教是不是碰騎士 而這隻騎士的根是不是A7 這隻主教的根是不是騎士 所以按照消除保護邏輯 是消除A7容易還是消除騎士容易 各位都發現了吧 是的 就是消除騎士容易 如何消除也就使出消除保護第一技巧 直接把保護的敲掉 主教一炸 首先黑色若不理白色 白色就白奪一支三分武器 是吧 那如果黑方裡白色 白方一樣是用這支三分武器 結婚這支三分武器 拿回這支主教 白方是不是一波操作中 就是多黑方一支三分武器 而這個也就是消除保護第一特性 把保護的給敲掉 獲得東西 我們立刻看下個局面 來吧 各位 看看這個局面 來告訴我 棋盤三件事情 數量接觸沒保護 數量目前白方的武器一樣多 但是少支兵是吧 那第二個 接觸要立刻發現 立刻發現 立刻發現 現在就要回收一開始的台詞了 為什麼消除保護 是主播認為第二場出現的戰術 因為 只要這個區域有接觸 有誰碰誰 他這個地方就有可能消除保護 有保護的地方就有可能消除保護 有接觸的地方就有可能消除保護 我們白方是不是看到了主教碰騎士 騎士是誰保護他 是不是這隻黑寶 黑寶就稱作騎士的根 那消除保護第二技巧 就是把根使用強迫走法給趕走 就像這部主教C5 各位 什麼叫強迫走法 就是走一步棋 逼對手一定只能走出某些特定回應 如果不理 對手要嘛就損失 要嘛就犯規 而這個就稱作強迫走法 所以看看這首棋 我主教打沒根城堡 對手要不要理我 他如果不理我 是不是損失沒根城堡 所以他必須做抉擇 要嘛損失城堡 要嘛城堡散開 就損失沒有人保護的騎士 是吧 消除保護第二特性 趕走被接觸的根 現在我們立刻看下個局面 來吧 各位 稍早已經解釋過 消除保護兩特性 而且在第二特性 特別講到強迫走法 而第三特性 就是 引力 各位 引力是什麼意思 我們用句白話來說 就是 用 強迫走法 B 對手 把關鍵的東西 一定要離開關鍵的格子 什麼意思 李克消除保護第一步驟 我們看到接觸 白後碰黑Q 是吧 那第二步驟 黑Q的根 是不是黑王 那我們就可以說 黑王 是 關鍵的防守東西 他亂走 黑Q就沒根 所以 我們就使出引力 B黑王關鍵的防守東西 一定要離開關鍵的防守格子 不然就是損失或是犯規 就好比這手保H8 各位 這什麼東西 這是不是一個低分打國王 B黑色 一定要把關鍵的東西 給我規規離開關鍵的G8格子 黑後就沒根 看到了吧 這個就是引力技巧 要特別強調 引力這步騎 趕走這步騎 還有敲掉 消除保護三特性 全部都是強迫走法 千萬不要把強迫走法跟一廂情願搞混了 各位 我們立刻看一些案例吧 來吧 現在 白方是我們 鐵粉們給你們三秒鐘能夠看到如何消除保護嗎 啥 沒發現啊 各位 消除保護第一原則 看戒處 我們是不是立刻看到白寶碰騎士白寶碰城堡 第二步驟 是不是這隻白寶碰的寶 他的根是騎士 那這隻騎士的根是冰跟王 按照邏輯 騎士的根有兩個 白寶碰寶的這個黑寶根一個 兩個根好消除還是一個根好消除 很好理解吧 是不是一根好消除 所以就是這部騎 寶炸騎士 敲掉黑寶的根 而且這首騎就是一個 強迫走法 逼黑色 你不理 白方就獲得騎士 是吧 你不理白方就獲得騎士 如果你理了 不管你如何理 敲掉寶或是王敲寶 你這隻黑寶就沒根 拿回黑寶 白方還是獲得一隻三分武器 是吧 我們繼續看下個案例 來吧 各位 消除保護 數量 主播幫你們說 武器一樣多 冰一樣多 那接觸給你們鐵粉自己看 三秒鐘看到了嗎 太慢了吧 還給你們看到嗎 各位 接觸啊 我們是不是立刻看到厚碰厚 是吧 那這個厚的根是誰 是不是F7 那按照消除保護邏輯 把根給消除掉 不就獲得了嗎 那可能會有很多 新手玩家說 欸 主播 這麼簡單 不就騎士炸小兵 不就消除保護 黑色如果爆炸 我們不就獲得厚嗎 各位 我放這個局面就是要跟你們講講 就是會有很多新手觀眾選擇 騎士炸小兵 但是 還記得主播說的嗎 消除保護那一步棋 一定是強迫走法 所以各位 請問騎士炸兵 騎士炸兵有強迫黑色 一定 只能敲騎士嗎 沒有吧 沒有吧 黑色能不能不敲 黑色不敲 會損失嗎 黑色不敲不是可以黑後之間敲 沒跟白後 是吧 所以各位 消除保護 不是 一廂情人 消除保護是 強迫走法 所以 正確抉擇就是 這支兵 這支保護黑Q的兵 除了有騎士可以接觸 是不是也有 白寶可以接觸 所以 正確抉擇 爆炸兵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一部 妥妥的強迫走法 黑色不理白方 白方就抓你犯規 是吧 你必須理 你不管怎麼理 你躲開 躲開 保敲 後敲 只有四種選擇 是不是只有特定四種選擇 這個就是B對手 一定只能走出某些特定選擇 不然就犯規了 是吧 他如果硬要QQ 對手是不是犯規了 所以他就必須 一定只能走出這四種選擇 那不管哪一種 黑方是不是都損失了 是吧 保敲 後眉根 飄往 後眉根 如果後敲 也是 後 被低分的騎士給敲了 是吧 我們立刻來看下個案例 來吧 各位鐵粉們 看看這個局面 給你們三秒鐘就能發現 白方該如何消除保護了吧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還沒發現太慢啦 數量 雙方武器一樣多 那接觸呢 立刻發現 Q 是不是碰Q 是吧 那Q的根是誰 是不是黑王 所以消除保護邏輯 讓黑王強迫不能保護黑Q 那該怎麼做 是不是這部 主教 一把 引鈴 強迫走法引鈴 逼黑王 你給我 一定 要乖乖的 離開 控制保護後的 F7格子 你一定 要離開 你不管如何不離開 就是犯規 而這個就稱作 強迫走法 黑后 只要看到黑王離開 不管雜桌 黑后是不是沒根啦 現在 了解之後 立刻來看主播幾盤 實際對決案例吧 鐵粉們 這是第一盤對決的案例 對上一位 1571的美國先生 儘管主播現在是暫時優勢 因為主播 暫時多半保 但是 黑方只要繼續小心戰鬥 就不至於 擴大劣勢 但是 這位黑色美國先生 儘管他 已經下了 16000盤 他依然沒有看到消除保護 他依然沒有看到我們第一獎的抓雙 而主播就將消除保護 抓雙給組合在一起 怎麼組合 各位 現在輪到白方主播走 你們能發現白方能做啥 獲得無敵超級優勢嗎 各位 你們是不是都沒複習 現在騎士不是準備要接觸這個抓雙格子 是吧 格子是不是也可以接觸 這個格子是不是準備被主播一個騎士 E6帶抓雙 而這個抓雙格被誰看著 是不是這隻紅色騎士 是吧 所以這隻C5的騎士 只要按照消除保護邏輯 用強迫走法 小兵逼死 是不是 低分打高分 標準的強迫走法 高分東西被低分打高分不動就損失 他只要動了 白方豈不就 按照實戰比賽 就可以把騎士給拿走 或是 直肩騎士一按 強行抓雙 是吧 我們立刻看下個對局案例 這位是下了13000盤的哈薩克斯坦選手 但他依然是位妥妥的新手 而這盤對局 跟各位鐵粉們講講 消除保護 除了用在戰術性 獲得武器優勢之外 往往在攻殺對手的王 也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入局手段 什麼意思 鐵粉們都知道 王前三兵保持平平的比較安全 而現在黑色王前三兵是不是A6兵翹起來了 黑方隨時可能被白方A3 B4強行開線 但是這個計畫對我來說太慢了 我除了有這個計畫之外 我還可以使出消除保護 什麼意思 A3 現在要走出B4比5 至少還需要三步棋 但是 我們的目標如果就是為了破壞A6 讓A6或B7消失 打開AB線的話 我們就能立刻判斷到 小兵A6的根是誰 是不是這隻B7 所以 只要B7不能保護A6 黑方是不是就出大事了 所以 是不是就是這步 騎士把他炸了 引你 強迫走法 B黑色 你不理我 我就獲得騎士 如果你實戰理我 你的B兵離開 你就被我強迫給引開 強迫引離開 A6兵就沒跟了 一旦A6沒跟 我是不是就強行不問 隨時對A6 B7離開之後的C6 做計畫 黑方在掙扎 每幾回合之後 就被我瞬間叫殺起 是吧 那可能就有很多鐵粉說 誒Bogan 誒主播 剛剛美國先生 16000盤 等級分1500 現在這個哈薩克斯坦選手 13000盤等級分1300 都太低了吧 是不是只有很低分的選手會中 消除保護戰術 跟各位說 絕對不是 立刻看下方 各位鐵粉們 雖然 2016的等級分目前不高 但是 應該對絕大多數的新手觀眾來說 都是暫時無法達到的等級分水平吧 所以 應該還蠻有參考性的 而這位 自稱IM的 菲律賓先生 他實戰 雖然 已經暫時少了兩隻兵 但是 畢竟武器沒有少 只要武器沒少 如果有機會 把主教跟騎士交換掉 然後 再試著玩看看 還是有概率 可以烈士拼合的 畢竟 有機會轉成 寶兵殘局 烈士守合 但是 他還是對基本戰術 極為陌生 為什麼 好比現在輪到他 他居然走了這部 騎士F4 各位鐵粉們 這什麼東西 騎士F4 是不是我們第三講提到的 完全沒觀念 主動被牽制啊 各位 他一旦主動被牽制 我隨時準備 就要對牽制的中間做計劃 這個是不是 牽制第二特性 後面的人 無限高分 是吧 他完全沒意識到 我的 寶 五分 隨時可以牽制 他的騎士跟王 所以 時間還夠的情況下 他竟然走出這麼 觸接失誤 這也就是我們第三講提到的 很多選手 對牽制都極為陌生 而這盤棋不只是牽制 因為 我不只可以用牽制做計劃 我還可以使出 消除保護 怎麼做 就好比這部 小兵大國王 是吧 把保護騎士的王給我趕走 走開 你不走開 你如果硬要來這個G5格子的話 可就被我瞬間叫撒起囉 是吧 請問現在 我是不是一打 他如果擋騎士 他一樣損失騎士 不擋騎士 是不是瞬間叫撒起 所以 他必須離開 他一旦離開 我是不是消除保護成功 直接獲得這支 沒根騎士 那各位鐵粉們 明白為什麼消除保護是第二常出現的戰術了吧 先載一下 我們不要再用來這個 快點 好